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仔 今天呢 有開啟那個玻璃寶箱的時裝抽抽的 現在呢 是要抽這個嗎 不是 是剛剛說的玻璃寶箱 裡面呢 有新的時裝 這次來看一下這裡面的時裝吧 嗯 這個蠻普通的 不過呢 蠻好看的 算好看 不是蠻好看的 還可以啊 可是裡面這邊 這一部分的東西都還好 唯獨只有紀念幣比較OK 其他的是 算需要的人呢 可以用到的 好啊 差不多給大家看完這一次的玻璃寶箱第一套的時裝 接下來呢 先來買個硬幣 先去賣場看一下東西 好啦 進來賣場了 有這個硬幣禮包欸 哇 數量好多 可以買來試試看 買了 好啦 開始準備打開這個禮包 然後來抽 時光玻璃寶箱裡面的第一套時裝 在開抽之前呢 先進入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還沒訂閱按讚留言分享的觀眾們 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喔 5 4 3 2 1 開抽了 接下來第一抽 哇 齒輪扭蛋 算還可以啊 現在大家都可以拿得到的 風列底齒輪 銅幣寶箱第二抽 沒抽到 再來 準備呢 用10抽的方式呢 抽10次的方式來一次抽完 又中扭蛋了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還有那個羽毛 也很好用 接下來 第20抽 又抽到那個銅幣袋子 然後還有金鍊香羽毛 其實都還蠻不錯 也還有扭蛋 還有那個 紅色齒輪碎片 不錯 可是呢 還是沒有10抽 又是銅幣寶箱 到底要來幾個 扭蛋也有 好多喔 都拿到好多東西喔 還有這個 紫色卡片的碎片 呃 有點糟糕 現在才抽到一個紅色齒輪跟 紀念幣 好吧 今天的運氣真的有真的不好嗎 我就不相信這一次不會先中第一套實裝 結果還真的沒有實裝 那我好無言 繼續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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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沒有一件實裝出來給我 真的太誇張了 我就不信心 我就繼續來抽 抽到底為止 不然 沒有抽到實裝 我真的會覺得 好可惜 這個玻璃寶箱 抽抽了的時間呢 是到 下個禮拜三 9月6號的晚上11點多 所以到那天期滿硬幣的 各位朋友記得來抽一抽喔 然後 剛好可以順便換一下裡面的第一套實裝 第二套實裝的話應該是 除非硬幣很多 除非硬幣很多 我的天啊 抽到現在 一件實裝都沒有 結果來的都是 一般的羽毛箱 不然就是 時間空間的羽毛兌換跟那個紀念箱 再不然就是 時空碎片 不是時空碎片 那個 紫色卡片的碎片 啊再不然就是寵物的 那個 寵物餅乾 就這樣 好吧 我看呢 再繼續這樣子呢 抽下去呢 不是辦法 這一次的呢 抽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換個地方來抽抽看好了 看看運氣會不會好一點 會不會抽到不一樣的東西 好啦 換到紀念房這邊了 這邊呢 是上次熊仔呢 在衝那把弓的時候 一口氣一瞬間 衝到家 十發可惜 中間過程沒拍到的 那個地方 接下來要來繼續抽 玻璃寶箱的第一套實裝 我就不相信這次還沒有 這次如果再沒有 真的很 誇張 有什麼 有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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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硬幣剩下120个结果 还是一样换了地方了 还是一样没有抽到 第一套时装 真的好扯 太夸张了 我看呢 等等可能又要准备换地方了 继续来抽这个 第一套时装的玻璃宝箱了 我的天啊 有这么难抽吗 待在金面坊的最后一抽 结果还是没有始终 又是一般的羽毛巷 啊还有那个 紫色卡片的隧便跟附魔硬币 好啦 又要换地方了 走吧 好啦 接下来到呢 之前熊仔呢 为了收集 大熊娃娃呢 所在的地方 北洋东南 打大脚熊的地方 换这边 我就不相信 还没办法抽到第一套时装 太夸张了啦 第一套时装这边 剩下50抽 结果 花这十抽下去 反而是出纪念币 还出了两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要讲什么 结果 又是铜币带子 虽然是很多铜币没做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只是卡片呢 也OK啦 又出那个扭蛋 齿轮扭蛋啊 高级的啊 天啊 还是都没有时装 最后一抽了 一般的就没了 第一套时装 抽完了整个 没有一件 第一套时装的 样子出现 好吧 运气真的 变得好差 我的天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第二套 跟第一套时装的 那个 大概图样 等一下呢 熊仔又要换个地方呢 来抽那个 第二套的 时光旅行家的时装 好 好啦 现在换了个地方了 准备要来抽 高级的时光旅行家 时装的 这边呢 算是 熊仔第二个 有运气好的地方 接下来呢 就进去 准备给大家先看一下 第二套时装的 大概的图样吧 里面呢 还有混沌卡片碎片五个 最多啦 然后还有 它的 橙色印记 礼盒 这个呢 如果抽到呢 也蛮好运的 到这边这个部分 最好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 异戒卡 这跟 时光旅行家的那个 时装套装 如果都有抽到呢 那你还真的是蛮幸运的 现在呢 就 准备来 抽给大家看咯 玻璃紀念币的 第一抽准备开始咯 接下来呢 不知道会不会中第二套 时装的 任何一个 飾品 像是 头饰啊 脸饰啊 背饰啊 还是 嘴巴 在带的那个 时装 第一抽 结果抽到的是 保护 离盒 保护石的离盒啊 好啦 剩下40个 一样用 十次的方式呢 去抽 这边的第二套时装 看能不能抽到 好吧 喔 橙色印记碎片 25个 其实OK 然后还有那个 头显在用的 升级用的 好啦 继续第二抽 来看看抽到什么吧 果然 橙色印记 自弦里儿 拿到手了 真的很 这个 其实应该算很好抽到 然后直接抽到 十个 时空 换的羽毛 跟 光暗要换的那个羽毛 一个 十个 一个 五个 其实都 算不错了啦 只是很可惜 真的没有抽到 时装跟那个 卡车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给他抽吧 剩下20个而已 不管了 就直接抽了 混沌卡片 碎片五个 拿到 还有那个 扭蛋圈 这两个 其实也都OK 可是没有 比上那个 时装来得好 有那个卡片碎片呢 可以换到那个 易戒水机卡片卡车的 那个东西呢 其实不错的 好啦 准备这最后一抽吧 用一个一个方式的给他抽掉吧 结果刚刚第一个是 精炼离合 第二个是 固魔石 附魔再用的石头 再来继续抽吧 结果刚刚的两抽呢 抽到太钢碎片 跟那个附魔的硬币 这个还比较好一点点 雕像的那个 自旋离合 接下来不知道会抽到什么 继续吧 那来都抽完了 只是最后还是有抽到我自己想要用的东西 好啦 如果喜欢熊仔今天 玩的这个玻璃宝箱抽抽了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 也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哦 希望下次的玻璃宝箱比较好抽一点点 不然这个太难抽了 拜拜